Hello 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没想到2020年这么快就过去了 感觉好像2021年什么事都没有做的一样 那新年的一年呢就要有新的变化 我准备开始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身材恢复计划 这四个月呢我会全程的记录下来 2018年6月凹赛后 因为种种原因我对于身材的管理呢没有那么严格 训练呢倒是一直在保持着 但是不是那么系统 饮食的控制呢也是断断续续的 这四个月呢我会分成两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呢就是增肌 第二阶段呢就是减脂 我们各为两个月 增肌我现在会采取干净增肌的模式 这样为后期减脂会更加便利 因为我感觉脏增肌的确会很快的增加你的肌肉 但是同时也会增加很多脂肪 我们先看一下我现在的身材状态吧 我们目测一下我现在的体脂肪是在13至15左右 我们目前的体重呢是95公斤 基础代谢呢是2100卡 我每天除了健身基本都窝在家里 总消耗也就是在2800卡左右 我计划每天的热量有余是300卡 用余增肌 也就是我每天要摄入3100卡左右的热量 增肌的目标呢是恢复到100公斤 我巅峰的体重呢是110公斤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实现 数字呢我们先聊到这里 数字聊多了大家都会头疼 我们先说说我们的训练 那训练我会先采取三分化的训练模式 胸三头背二头肩和腹 然后休息一天然后继续 一周我会做一到两次的空腹优氧 然后每周也会做三次训练后的优氧 这样可以增强我们心肺的同时呢 保持我们一定的踢脂率 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好奇了 那什么增肌也要做有氧呢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一个现象 训练的时候心率会过快 然后呢竟然会很喘 其实这就是你心肺功能下降的一个结果 所以呢我们要在增肌的过程中 适当加入一些有氧 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 这样对我与我们增肌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身材恢复计划系列视频呢 我竟然会做到一周一更 那说了这么多 我们开始我们一天的训练吧 8点18分 我是8点10分出来运动的 我早上到零定的是本来就是7点半 但是我为了睡过8个小时 然后改到8点了 因为昨天睡就有点晚了 因为睡眠对于肩脂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做了25分钟 消负有氧 然后现在回家 幸好我每天早上吃两个蛋 然后我吃6个到7个 这是我出门之前用热水泡好的麦片 然后会一会儿再煮一下 这是给小暖熬的粥 我刚吃完早饭 刚准备要工作 然后呢有人敲门送了一个大快递 然后呢是个特别大的箱子 我本来很兴奋 我拆开看以后电竞椅 小暖自己偷偷买了个电竞椅 超暖的特别好看的 因为我昨天去做了水光针 所以我现在要敷一个面膜 我先拆开它把它组装起来 然后我们去健身 还有这是最好的 我这样子去看看 好 因为剪刀的 我来个大气 很敏 好 我来个 Cel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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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宇豪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